大家逛着市集 与亲朋好友在草地上共进晚餐 花莲县政府举办预见下也参应约会 县长徐正伟希望在后疫情时期 办活动拉近人与人的关系 也能振兴经济 后疫情时期也就是慢慢的解封的时候 我们把人与人的距离 还有人与人的互相的关怀 再把它再次的拉近 尤其是花莲是这么纯净 而且这么美好的地方 大家在军部很久了 那很感谢政府 然后办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参与 听好听的音乐 只好都是这东西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好朋友 在这里聚着很开心 浪漫夏日 父母带着小朋友 三五好友 大家席地坐在草地上 放松心情 听音乐 吃美食 看表演 重新享受着得来不易的正常生活 让我们心情放松 然后重新过正常健康的生活 来这里演唱我觉得很好玩 而且很凉 在这个栩栩微风的情况下 我觉得很适合带小朋友出来这样走一走 然后花莲真的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好地方 很适合带小朋友这样出来透透气 台湾防疫有成 民众可以安心出门 安心旅游 尤其花莲 零确诊 更吸引许多游客来旅游 新唐人亚太电视 杨亚伦张力 台湾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